来看到现场的情形怪手正在清理焦黑残骸 日本国土交通大臣齐藤铁夫表示 因为这起事故 雨天机场吞吐量只剩下七成 所以这两天会加紧来恢复作业 另外为了加强飞安 今天开始会在塔台新增一名 专责监控确认飞机位置的人 避免类似意外再次发生